狼牙榜二 第七十九集 听了皇帝陛下的话 不管是宫城内的百官 还是金陵城内外的百姓们 一个个眼神时而暗淡 时而激动 百姓们有的开始直接落泪哭泣 那哭声中透着悲伤 同时又含着喜悦 因为他们想起以前的战争 他们的丈夫和儿子 因为战争失去了生命 同样因为战争 失去了土地和房屋 有的人儿子死后 家中只留下了孤寡老人 因为无法照顾 要么饿死 病死 要么冻死 那些父母死于战乱 遗留下来的子女 因为无人交谣 从而走错了道路 各国的大将军们 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们 也一个个眼圈发红 他们想起了 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想起了那些 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妻儿 战争真的很残酷 他们是军人 有人说军人是冷血的 可是谁能想到他们的痛楚呢 看着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士兵 那就和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 却要亲手把他们送上战场 这种痛 他们只能在你最漆黑 最冰冷的夜晚 在没有人的时候 躲在角落里哭泣 然后偷偷的想念留在家中的父母 妻儿们 他们真的痛恨战争 他们想要和平盛世 但是太难了 现在当他们听到 皇帝陛下说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度时 全部都激动了 因为天下统一 那就没有了战争 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 可以和兄弟们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百姓们将会过上太平的日子 从此离那些兵荒马乱都远远的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城中的百姓和宫中的百官们 同时激动山呼 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因为皇帝陛下承诺了给他们理想的国度 听着百官和百姓们的山呼 萧景言也是异常的激动 他内心告诉自己 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这些百姓 朕宣布从今天起 天下统一 从此我们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华夏 萧景言郑重的喊道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只经天空传来一声嘹亮的龙吼 同时人们看到在皇帝陛下上空 有一只金龙在围着他盘旋 紧接着又是一声充满威严的龙吼响起 仿佛就在众人的心间 又好像在天地间 无处不在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在皇宫顶端的云海中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条 九丈长的紫色真龙 在不停的盘旋翻滚 武皇万岁 华夏万岁 武皇万岁 华夏万岁 看到这一切之后 金陵城内的百姓 全都激动的一声声的山呼着 那可是龙啊 皇帝陛下是真龙天子 快看 天上那是什么 这时突然一个人指着天空惊讶的喊道 那是什么呀 天将祥瑞吗 一个人顺着刚才那人指的方向 看去惊呼道 只见天空当中出现了一片片的七彩云朵 并且慢慢的在降落 然后又化作白色的雾气 融入到天地中 天佑中华 天佑吾皇啊 百姓们激动的山呼道 众人看到空中七彩云朵 是天地灵气 刚才在萧景延宣布 建国华夏的时候 远处的梅长苏 就让轮回控制着大阵反补灵气 因为那些灵气啊 聚其有上万年了 异常的浓郁 刚出来的时候呢 经过太阳的照射 和空中水气的影响 所以看起来是七彩的颜色 哎 我怎么感觉空气一下子 比以前清晰了很多呀 突然一个人深吸了一口气 疑惑道 哎 好像是 呼吸了空气之后 感觉身体都变得轻松了 旁边的人也奇怪道 哎 原来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啊 我还以为是幻觉呢 另一个人道 你们快看 那座新盖的房子的木头 发出嫩芽了 这也太神奇了 这时有一个惊呼的声音响起 是啊是啊 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你看周围的树木 好像变得比以前更绿了 花都更鲜艳了呢 一个人惊讶的附和道 这些变化 都是因为灵气的滋养而造成的 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百姓 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一个个神情激动的 看向皇宫的方向 同时 这片天空中都在发生这种变化 大振世界的百姓们 此时都停下了手里 正在忙的事情 他们静静的感受着 这周围的一切 每个人的眼中 充满了惊喜和激动 他们不约而同的 看向同一个方向 金灵 然后不约而同的 都跪拜下去 并且呢 发自内心的珊瑚岛 五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天地灵气 引起的变化 很是显著 祭坛下方的百姓们都感受到了 特别是元大梁的百姓们 因为萧景岩已经传给他们了百姓路 所以他们呢 对灵气更加敏感 同时也感受到 只要呢 一运转功法 就能快速的吸收链化 就这么一会儿啊 就赶上以前三四天的修炼 一旁其他国家的文武百姓 也感受到了当初那个人 为他们去除病痛时的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那么强烈 而且呢 也有人注意到了元大梁的百官 原本大梁有些官员 他们也见过 但是这次来的时候呢 见到和以前完全都不同了 以前这些人啊 上了年纪 看起来都有些苍老 而且木气沉沉的 但是呢 现在一个个都精神百倍 在他们身上 居然能看到年轻人的那种朝气 而且 现在这些天的变化 使得那些人和他们对比起来 明显不同了 他们明白 这应该就是皇帝陛下所说的 修炼方法造成的吧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 是同一个民族 为了我们的民族 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朕希望 众爱卿同朕一起奋斗 一起建立一个不朽的天朝 萧锦言了 声道 臣等誓死追随陛下 祭坛下方 左右官员跪拜山户 众爱卿平身 皇帝陛下双手虚抬 谢陛下 刚才的变化 想必众爱卿都感受到了吧 皇帝陛下开口道 当初朕所说的不是虚言 现在朕就传给众爱卿功法 说完后 皇帝陛下 祭出玉玺 此时 玉玺出现了两条龙 一条栩栩如生 另一条呢 非常的虚幻 皇帝陛下手捏法印 只见玉玺上的两条龙仰天怒吼 原本在上方盘旋的金龙 也跟着怒吼了一声 这时啊 只见从玉玺当中 射出一道光幕 笼罩像除了原大梁官员外的所有官员 而那些官员 在听到皇帝陛下 要传授大家修炼的方法时 顿时 一个个都非常的激动 当听到玉玺上的龙吼时 一个个呢 都异常的震惊 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被一片金光所包围了 接着一个个眼睛都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那些官员们才睁开了眼睛 同时不约而同的跪拜山呼道 谢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皇帝陛下道 刚才众爱卿已经观看了那些功法 想必有所了解 在这里 朕还要说一点 这功法名为百官路 这是为官之法 刚才天地的变化 众爱卿都感觉到了吧 那是天地灵气 而我们修炼 就是靠吸收天地灵气来修炼的 但是这样修炼 需要日积月累 还有就是靠个人资质 资质越高 成就就越高 修炼也会比别人快上很多 而百官路看的不是资质 是你为官的成绩 如果你目守一方 做个清官好官 那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这可以产生一种力量 叫做尊 这尊力可以加快你们的修炼速度 使你们更快的提升境界 而且官职越高 修炼的速度就会越快 所以以后所有的官员都会进行定期的考察 期限为四年 到时候如果下级官员比上级官员的境界还高的话 在经过司法官员的考核调查后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朕会对其进行嘉奖并提升官职 而境界不变之人 朕会对其进行处罚 如果情节严重 朕就罢免了他 皇帝陛下说完之后 底下原本激动的大臣们 此时都一个个的冷静了下来 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心情更加的激动 而且眼睛都在发亮 能看得出一个个正准备大展手脚 而同时有些人则是在冒冷汗 眼神飘忽不定 不知是在思考着什么 还有一些人面无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对于这一切 皇帝陛下都看在了眼里 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那些情绪激动 眼神发亮的人和那些直冒冷汗 眼神飘忽不定的人 都暗暗的记在了心里 华夏建立天下一统 朕和大臣们商量后 决定把天下划分为九州三十六欲 接下来 皇帝陛下主要说了一下 地域划分和官职任职的问题 同时把关于怎么处置 各民族之间矛盾的方法 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